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陈峰 这几天我们这边天气突然变冷了 现在有七八度这样 这些牛是最容易感冒发烧的 要时刻注意观察 今天早上我过来就发现了一头 应该是感冒发烧的 身体一直在抖 现在来看一下吧 就是这一头牛 大家看他 一起在抖 看到没有 他的头 在抖发冷 应该是感冒发烧了 加上他有牛有点鼻涕 看 他不像其他牛很精神的 也不反除 这个就要抓来量体温 看一下 应该是感冒发烧的 我们先用这个绳子把牛给套住 然后给他量体温 因为天气比较冷 最少要放五分钟才行 现在时间到了 看一下 我是不是想要放五分钟才行 一样 我还是想要放五分钟才行 我就是想要放五分钟才行 是想要放五分钟才行 我还是想要放五分钟才行 我还是想要放五分钟才行 现在我们可以放五分钟才行 如果这个感冒发烧的话,我们一般打烧黄粒或者拆灰 先把攻击打下去就好臭 先把牛给绑定好了,等下打钻的时候就安全一点 刚才那种牛是比较简单的感冒发烧 主要是天气的骤降引起的 因为你看那个牛的鼻涕,它不是浓稠的 是那种有点水样的,就不是肺部的问题 就是比较简单的感冒发烧 所以我打了两针 一针是那个柴虎加青霉素 还有一针是维生素食 好啦,今天的视频就先这样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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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